昨天比亚迪这期节目简单回顾了汽车行业竞争格局,同时浅谈比亚迪的竞争战略。 今天我们讲两点,第一,自主品牌强势崛起的底气在哪里? 首先,自主品牌对需求把握和执行力依然领先,具体就看一个指标新车周期,车企业绩的持续增长,需要靠不断推出爆款车型刺激。 这张图统计今明两年新款计划,合资企业普遍是个位数的推薪,而自主品牌夸张如长城汽车,就有20个新款计划上市。 其次,合资企业燃油车三大件技术优势已经消失,取而代之的是混动技术、电池技术。 因为在同一个起跑线,长城、比亚迪等都是提前布局,技术储备处于领先地位。 最后,汽车作为工业品质王,上千个零件超长供应链,安全问题不能忽视。 长城、比亚迪都成立子公司,自制零件保证供应链安全可控。 像华为芯片断供导致企业份额严重下降的事情,不会在自主车企身上发生。 对了,新能源汽车客舰有80页,详细讲了新能源汽车行业趋势、自主品牌崛起逻辑和三家车企对比,需要完整版客舰的站内私信我。 第二,长城汽车战略是什么? 去年魏建军至长城合作伙伴一方信长城还能挺过明年吗? 表达了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改革决心。 首先是组织架构改革,让一线懂客户需求的人做决策,其他部门快速配合。 由此诞生坦克、欧拉、光束等新系列,最新爆款坦克300凭借出色月夜能力和豪华配置成功出圈。 订单已经超过10万台,其次是5年1000亿研发持续投入。 目前储备长城柠檬DHT混动技术,柠檬和坦克两个模块化平台降低成本,自研长城风潮电池解决电池自然问题,跟华为合作储备自动驾驶技术。 好了,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